Why? 就是老闆又去拍女的了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以他带了XT3 一个中来的镜头 是什么1.8的 22 1.8的 然后那个镜头可以 就是可以很近距离对焦 现在所有人都想近距离对焦 所有人都在 我要找近距离对焦 近距离对焦 你刚才也没拍什么近距离东西 带变焦功能的没有牌子 三星的吧 三星的一个小胶片 还有啥 那个是啥 T3 Yashica的T3 是Yashica的T3 不是Kontest的T3 这个差别很大的东西 就是T3的东西就不乏 因为T3大部分都没对焦焦 然后 所以又回到这个 我们还是觉得呀 就是说相机的像素过了2400万 就已经是没用了 怎么说高像素完全就没什么用处 首先呢 它是让你没有自信 它会让你更没有自信 而且呢 低光会有会有减弱的 你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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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裁剪吗 最后裁剪到 到你想要的这个框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那个框去拍呢 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走进去拍 为什么要用高像素拍了之后再处理这个东西 不是拍的东西不是都一样的吗 而且你在高像素 你要拍什么东西吗 你要告诉我 你如果是一个拍风景的 然后你要把这个风景打成大画贴在家里 那我觉得你用高像素的车没问题 但是 这每个大宅买个相机 你拿这个高像素不似乎是为了干啥 你拍什么妹子之类的 是吧 这个你走近一点不就行了吗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约了出去拍照 就是说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 为什么还是要拿着大厂就要站在远处呢 你都不愿人家拍照 人家愿意给你拍 你直接怼上去不就行了 对啊 你就自信一点了 靠得近一点 是吧 而且如果人家对你有意见的话 你靠得近的话 人家对你有意见 人家会说出来的 人家不说出来 那说明人家没问题是吧 嗯哼 right 这就是example 这个就是个例子 好想一样 不要买长焦 定焦 定焦 不要买高像素 走近一点 是吧 省的钱 省的钱 省的钱花在补锦上 花在衣服上 花在请人吃饭上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可能都没省几个钱 你就 省什么钱 倒贴钱 但是也不要花在 器材上 拜拜 接近可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或者是被打